明道大学最近一直遭受有心人士 以不识资讯恶意抹黑 董事长李超群特别召开记者会 澄清事实 现在我们就一起去听看看 董事长怎么说 明道加油 位在彰化县皮头乡的明道大学 20多年前由创办人汪广平开办学校 美丽的校园加上专业的教学团队 是中台湾一颗闪亮的星星 目前明道大学的董事长 就是康陵国际集团总裁李超群 身为明道校友的李超群 是台湾房地产的大亨 在中南部买下了大批的土地推荐案 创造了事业高峰 但是明道大学最近被有心人士 提供错误的讯息给媒体 李超群在2021年10月8号召开记者会说 这些颠倒是非的报道绝非事实 他除了担心跟痛心 也已经委托律师提出告诉 然后直接上来到了整个明道大学的一个师生 然后而且我们现在合务校长也在引进很多产学的项目 很认真的在为了学校的学生教职严的福利在打拼当中 结果他就是因为个人的一个可能一些其他的想法吧 所以说才这样子来攻击学校的这些新的团队 明道大学董事长李超群在记者会中情绪激动地表示 他办教育本来就不是为了赚钱 30年来康林集团从事房地产跟土地开发的事业 钱赚得更多 所以根本没有什么卖假学历 学校经营不善的问题 就是因为感念明道大学创办人汪广平的提息教导 才接下董事长也马上捐赠了8000万元 证明明道大学有专业跟充满教学热忱的师生团队 也有相当雄厚的资金支持 所以我们在经营上我们在不动产的方面来讲 都已经很有成就的 我们康林集团整个不动产 在人力资源 在生计 在这个银滑族的这个康养的产业 我们都很努力 在为了整个我们这个国家社会在打拼努力当中 明道大学校长郭秋勋也说 媒体报道学校付不出薪水 老师主自就会完全是胡说八道 明道大学从没有持发或少发薪水 但是却一直有不识谣言来打击学校 造成教育部跟社会大众对明道大学的误解 今天召开记者会 就是希望还他们一个公道 保护师生们的受教权 他让你们发新闻 让这些人看到新闻产生负面印象 然后等后面的查证 最后在抹平的时候 那些人都已经走了 坏的消息都已经写入他的报告里面 所以我们今年又因为这些坏新闻 又变利入专谷一致 李超群董事长感性的说 太太都劝他好好做房地产赚钱就好了 他却一头栽下去担任明道大学董事长 就是因为他对明道大学有一份爱跟责任 他必须为几千名学生 家长跟几百名老师而努力奋斗 也希望社会大众跟新闻媒体 给他多一点支持跟温暖 让明道大学的团队能够顺利的走下去 为台湾的教育扎根 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 带动台湾的富足跟繁荣 记者陈文旭李金生李佳金台中报导